把他把这个地方再补充一下 那等一下请各位再 看开启那个范例档好了 我们范例档里面的 我们本来在第四章的范例档里面 或者你再开启那个我们范例档里面 建一个新的网站也可以 那个网站名称叫Google Map 我们等一下看那个Google Map的范例 那Google Map可以做到什么效果 你会觉得很神奇 就是首页里面 你可以把所有你觉得喜欢的景点列出来 如果说你要让人家知道在哪里的话 你可以点选他 跳过来之后的话呢 位置就出来了 这边也可以去改成卫星 也可以改成地图两种模式 放大缩小没有问题 移动没有问题 而且很顺畅 接近也没有问题 有没有 这个应该很OK了 关闭回到你的 这样子 所以以后你可以想 你们家附近 或者是你熟悉的地方 有没有一些景点 你就可以来做景点介绍了 所以这个这个范例在旅游业的话 哇非常的 很很好推 你就干脆找那个旅游业 然后你旅行旅游业的APP 有没有 通通一网打进了 全台湾所有都没做完了 对 以后就找到就是找旅游APP 这个关键字都会找到你的话 哇 那我看这个机会 等于你可以当公投了 甚至可以转包了 因为最后都找来找就找到你了 那这个范例要怎么完成 其实坦白讲 这个我刚开始看到这个范例 我觉得哇太神奇 因为以前用那个Java的方式写的话 真的是太麻烦 麻烦到不行 麻烦到真的是抓狂 而且他又改版了 改版之后又要重写了 重新再来 但是这个是不用去注册 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实在太好用了 这个东西 坦白讲 用这个技术来做 真的 该有的都有了 能做到的也OK的 所以这个要怎么做出来 我们等一下再逐步的再跟各位做说明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那个云端白板的部分 你们也可以再试试看 那个云端白板那个部分的表单 也是太好的一个技术了 真的 如果自己有在做那个 有在用server的应该都知道了 其实大部分的需求都很简单 需要客制化的部分 其实真的是比较少数了 你可以如果不需要客制化的东西的话 你就直接用那个来做 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 甚至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包在你的APP里面 包在APP里面的话 user也不知道说你是用其他什么样的技术做的 但是你又可以达到 让使用者填完资料 通知 寄到你的信箱里面 所以等一下你们就可以试试看了 填了资料 你的email 你的手机就收到 你就会看到有人填资料 所以这个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你就不用standby在那个地方 好